各位朋友大家好 现在是早上的7点39分 问候大家 给大家说一下美国住的情况 很多人来美国生活工作学习旅游 投资还有移民 各种情况会来美国 来美国就牵涉到住的问题 美国说个普通人吧 大部分就是说来这边 有钱的去住酒店 住旅馆 很方便 到处都是 你可以在网上就可以定了 这个是说酒店的部分 可以一言盖过 网上就可以定定好了 然后就是说一些就是比较实惠的 经济实惠的 你在刚来美国 人生地不熟 你怎么解决自己住的问题 自己的住宿问题 而且这边的价格是什么样的 我们在这一集中就给大家 来分享一下 因为很多朋友都关心嘛 来到美国 衣食住行 我们就要分开来讲讲 我们主要讲讲住 这后面就是我们 就来美国可以住的这种房子 这是叫single house 是单独的这种房子 美国各地都有 因为他是地广人稀嘛 他会建这种这种房子嘛 所以就是说 建到那种高层摩天大楼 只是在旧金山 罗杉矶纽纽约 芝加哥 在这个大城市 在这个小地方 基本上都是这种 一层二层的比较多 你看对面还有一个 正在建的 二层 今天因为是星期天嘛 都去做礼拜了 停工了 昨天还在建 昨天我们拍了视频 看这个 你看这边都是一层的 都是一层的 这个新建是二层的 它旁边是 旁边这个是二层 有一层有二层了 所以 然后大家就是近的是 从美国近的 哪个地方多呀 纽约 洛杉矶 夏威夷 拉斯维加斯 还有西雅图 因为西雅图离 离中国最近嘛 十几个小时嘛 就可以到 应该从这边 还有其他的 一些大的城市 很多地方都需要转机的 有的第一个 到洛杉矶的 很多地方都要转机 去中部上学呀 去旅游呀 去走那每西线 每东线 都会 都会那样走 在洛杉矶 洛杉矶 洛杉矶 孟吹帕 圣盖 有很多的家庭旅馆 纽约法拉盛 也是有很多的家庭旅馆 之前 前几年 应该是 13年吧 13年那时候是 十块钱 持续了很多年 大家是 那个分享的 就是一个房间 一个房间 可能是两张床 或者说 有的是 大的房间 可能床多一点 就像有点 类似国内的 这种 青年旅馆 青年旅舍 大家一起分享 有共用的饭厅 有客厅 可以做饭 然后一天 十块钱 包米面油 就是米面油 你不用 不用买了 你就可以买 那个菜就行 买菜就可以生活了 现在是涨到 十二块了吧 过了这几年了 各种 还是很稳定 十二块钱 然后再 如果你做的是餐馆的话 就是包吃住 你不用为吃 为住 发愁 你打了钱 你比如打 刚开始打 一天八十块钱 小工从那个刷盘子 扫地开始干的话 八十块钱 你一个月下来 两千多 两千多块钱 你都全都留下了 自己买点衣服 也很便宜 还都是名牌 然后给家里 寄一些钱 贴不贴不家用 都是自己的安排 餐馆基本上 吃住就不要花钱 不用花钱 你干其他的工作 住要花钱 住基本上是一个月 三百块 三百块 有两个人一个房间 或者是有的是三个人一个房间 三百块 三百块 三百块好像在美国各州比较 比较多吧 有时候有的地方可能会收 会收 有的地方会收十块钱 会收十块钱 网费 因为住的地方 我上班的地方都是有网的 所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自己的情况 然后决定 在租房子的话 租房子的话 据我所知啊 租房子 大概就是如果你在坎萨斯啊 威奇塔这边租房子 一个月大概是三百三百五到四百 你可以租个一时一厅 一位一个厨房 三百多 然后你签的话 第一次签约是三百多 三百五三百八 第二次签的话就贵了 就变成四百多了 它一点点涨上去 如果你一次你决定在这边住两年的话 会便宜 而且他那个坎萨斯的威奇塔有一种房子是社会住宅 你就是一套房子两室两室一厅 一卫一厨房那种房子大概是从五千多开始 五千八千一万块钱 你买了以后你就可以一直住 然后就一个月交个二三百的那种二三百的管理费 你的水电出现问题了可以找管理公司 所以那个也是比较划算的 在旧金山你如果旧金山湾区在东湾吧 在旧金山那个圣布瑞诺飞机场附近 那个小房子很多房子都是很多花人买房子比较早 都当了那种租房子给 因为他那个一地难求嘛比较需求量比较大 所以他把房子都租出去可以增加收入 可以不用上班了 就租房子收租金就可以了 因为买房子比较早嘛 特别是在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买的房子 十万块钱按揭 把房子买下来 发拍屋买下来以后 现在都发财了 现在都一二百万了房子 你当年只有花十万美金 自己都在变成房东了 然后给房子一出租 就很小的房间 能放进一个单人床 有个桌子 然后就这个房子就很小 共用的卫生间 共用的厨房 共用的客厅 然后就楼上楼下都是 然后有个院子 然后就一个月要七百 一个月要七百 七百朝上 如果住在旧金山的里面 就这家市区的话 大概需要一两千住 你要住一个单独房间的话 单独房间的话 一两千 如果是自己独自用的 可能房子更贵啊 所以像旧金山这种 居住是不易的 居住是不容易的 然后在东湾 东湾 飞盟 纽沃 UNICITY 这边住的房子 大概就是一个单独的房间 我曾经碰到过一个一种房子 就是二层楼 二层楼一楼 然后有个花园 有个院子 然后有个房间可以通 可以放一个双人床啊 可以放自己的柜子呀桌子呀 这样的话 因为大概是七百五 然后有一个车位五十块钱 加起来是八百块钱 八百块钱就可以住 在旧金山东湾 可以住有自己 独立的一个空间 然后厨房和洗澡的地方 是公用的 然后有个 公用 有个游泳池 是我们小区 小区里面公用的 所以这种房子 也可以 八百块钱 如果大家生活在各地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住的情况 到美国以后 工作收入 上一集我们讲的工作收入 这一集我们讲讲住 衣食住行 彩米油盐 我们都一起给大家讲一下 好 谢谢你们吃饭 再见 拜拜 拜拜